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我是Matthew 今天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提示 其實我懂得中文的輸入 我用速成去輸入 但是我其實輸入的速度都是很有限 所以如果我要去打中文字眼的時候 其實我總是慢吞吞的 但是我發現有一個小工具 是能夠幫我快點去輸入中文的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而這個基本上是Google提供的工具 我首先轉到Google那裡 我現在就在Google版面那裡 我現在就輸入了我自己的個人帳號 Gmail帳號 現在我要做的事 我只不過在我的標誌筆旁邊 就有個狗公格的物體 我就按一下狗公格 按一下狗公格的時候 其實我只要滑低一點 我就看到有一個叫做Dogs的物體 我就按一下Dogs的物體 它就會帶到我去Google Docs的範圍 那我現在就只需要按個加號 就可以開到一個新的Document了 而這個新的Document 現在這一剎那 就叫做Untitled的 那我姑且就給它一個名字 就叫譬如叫做Chinese article 那我叫做Chinese article 那我就給它一個名字 那我按一下這個空白的地方 那它基本上現在就寫了 以後我回到我的Google Drive 或者Google Docs裡面 我就找回這個Chinese article 這個名字 我就應該會找到它了 那現在這一剎那 如果我想入中文的時候 那我其實呢 我就有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在這個Tools我那裏 那Menu Bar的Tools我那裏 那我按一按 那原來它有一個叫做 Voice Typing的物體 Voice Typing的物體 那我就會在這個Voice Typing那裏 我按一下 那按一下的時候呢 你就會見到呢 這裏呢 就出了一個麥克風出來 而這個麥克風呢 那我就可以呢 按一按呢 這個上面這一個位呢 就可以呢 就選回呢 我實際的那個語言 而實際的語言呢 其實呢 譬如在我的例子呢 我是講這個的 廣東話呢 其實呢 我就是選中文括弧香港呢 那我就可以講廣東話的了 那現在呢 已經是Ready的了 那我就一按這個按鈕 叫做Click to Speak 那我就開始可以錄音了 那當我去錄音的時候呢 你見到我的畫面呢 就會有不同的中文字 不斷在那裏出 那但是如果我要呢 打標點符好的話 我就要呢 靠個Keyboard幫一幫啦 如果我要繼續打下去 我一定要繼續靠鍵盤 輸入 標點符號 那去到這個位呢 我猜大家都是非常之明白 這個的 Voice Typing呢 其實是可以幫我打字 打得很快 特別呢 我是講中文字 當然啦 在中間裏面 我們要加插標點符號的話 我們呢 都是需要呢 自己呢 去再加插標點符號的 那我就發覺呢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去輸入的話 我就可以省了很多時間 跟著我才回頭呢 再做修改 那在這些情況下呢 我就可以呢 很快呢 已經打完一篇幾百字 一千字的文章啦 那當然啦 它呢 在那個Voice Recognition上面呢 它總是有五差的 但是我都不是太介意啦 只要呢 我回頭呢 教對和呢 去改正呢 我就已經呢 可以 很快就完成了 我要打的一大匹字啦 那呢 我今天呢 分享的內容呢 就已經差不多啦 我就希望呢 這些內容呢 能夠幫助到大家啦 那大家可以回去 試一下 用這個Voice Typing的功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